6月26日,香港苏富比呈现一款将在2020年春拍中拍卖的重点产品 即清代乾隆年间的阳彩红帝锦上天花东清玲珑加层瓶 估价7000万至9000万港元 玲珑加层瓶据推测是由当时玉瑶都陶官唐英为乾隆皇帝绘制 仅此一款,或纳入乾清宫头等瓷器系列 据专家估策瓷品为估品,或从未成双烧造 与乾清宫无与伦比的地位匹配 香港苏富比专家表示,此瓶工艺精巧,制作繁复 烧造过程十分艰难,堪称鬼斧神工 制作过程中融合了远古青铜,鲜勤玉气,龙泉青瓷 宣得清化的绘制技巧,还加入了西方落合可适的锦簇花团图案 玲珑加层瓶精巧细致,极难保存 阅览上面的图案犹如闲逛宫廷 锦上天花就是我们有爬花,就是它的红地上面爬花 然后在上面再加那个花,就锦上天花 然后Retickly,就是那个龙泉青幼那边 那些龙拐子,我们在青铜器不见过吗 然后有苗金,这个就是像青铜器上面的骨 然后它两个耳朵,像以前我们古代 仙秦古代那些玉西的样子 然后就它把那个整个形状做出来 里面我们还可以偷窥到里面有一个内胆 它是青花,宣得青花的桃枝,就是寓意长寿的 所以乾隆就喜欢这种,看了就很开心 因为最终很费工,很费钱,很费时间 而且晨气非常难,可能你烧不住,它要烧好几次 专家还表示,玲珑珍平在清代晚期流入英国加纳爵士手中 他是东方陶瓷收藏家 又在1954年以80英镑卖给亨利·奈特 奈特表示这是有史以来市场上造工最精致繁复的乾隆时期 珍品之一 加仑平后来深藏于欧洲中部 由一名荷兰艺术顾问在一位老妇人的香蕉别墅发现 再度现实,老妇人养了猫狗等宠物 该凭在超过50年的粗心保管后,人可完好无缺